这个法门 圣凡起手 圣上 圣魂 圆觉菩萨 凡是六道凡夫 都有资格 修学这个法门 而且呢 都有这个能力 成就往生 无论是立根 无论是顿根 个个都有份 所以这个法门 就变成无上法门了 变成究竟圆满的法门了 圣上则如普贤文书 华言会上的 二大菩萨拉 他们是华言会上的上手啊 都修这个法门 上法院求生极乐 在华言经上看到的 他们都发愿 求生极乐世界 普贤寄云 这是华言经上的原文 普贤菩萨发愿 愿我临于命中事 这个我是普贤菩萨自成 净除一切都障碍 面见彼佛阿弥陀 既得往生安乐刹 安乐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文书菩萨发愿 这个普贤菩萨 再看文书菩萨 一丝完全相同 文书说的简单 愿我命中事 灭除诸章碍 面见阿弥陀 往生安乐刹 我是在华言经上 看到这两手机子 我在相信净土法门 为什么呢 对文书菩萨的娘母依旧 今天看到这两位大德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一定殊胜 不殊胜 他们怎么回去 他们平常在哪里 在华藏世界 在贫图德纳佛的旁边 帮助贫图德纳佛 教化 四十一位法神大事 何等的人物 还发愿求生极度 这净土可能查得了吗 又如本经 佛告米勒 本经前半部的当机 阿难尊者 后半部的当机 是弥勒菩萨 佛告米勒 于此世界 此是指苏婆世界 指这个大千世界 这个大千世界 有七百二十亿菩萨 一尘供养 无数祝福 指中得本 当身必顾 这是释迦牟尼佛 为娑婆世界 这些善根福德英语 成熟的菩萨们 这些菩萨善根厚啊 他们在过去生中 曾经供养 无数祝福 执中得本 执中得的根本 这根本是什么 执中得之本 就是孝亲尊世 敬业三福 第一条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这是 重得 根本啊 人不孝父母 不敬丝掌 这人就没法子学习了 诗里面最重要的 古神鲜鲜 他们都是我们的模范 都是我们的典型 我们应当向他学习 祝福菩萨 是老师 我们称设家为本事 我们修净土的人 称弥陀为本事 我们的根本老师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 言语造作 能对得起父母 能对得起老师吗 能对得起一切众生吗 一切众生 人仍然为我 我要怎样去报答他们呢 我们每天吃的 穿的 生活所需的 多少人在工作提供 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 给一餐饭 是多少人贡献出来的 少一个都不行 我们今天在享受 有多大的佛报 在想 就像这个经上说的 我们过去身中 一尘供养 无数如来 这么大的佛报 在今天享福 那福享尽了 怎么办呢 佛要是享尽的 卧报就先去 为什么 还造了很多卧 不善地吸气 这是每一个人 都无法避免的 生生世世 觉悟的时间少啊 迷惑的时间多 修现的时间少啊 造物的时间多 那我们这一点 善福报尽了 卧业果报现前 卧业果报现前 肯定时间长远 我们要受 常见的苦难 这苦难在三途啊 你能不害怕吗 散途苦报 不远啊 可能就在眼前 真正旧的人 断活修行 该邪归正 断正心念 这些修行 总归 结为一处 那就是 专念阿弥陀佛 求生极乐世界 我们对自己有信心的 一尘供养 无数祝福 佛说的 说个谁听的 说个我听的 我们人人都有份 所以要有高度的 这些修行 是一件修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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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